在第九天长中还有一位备受关注的年轻演员王源 您又会如何评价他的表演呢 其实我对于小源的表演在第九天长当中我是认可的 因为所有人都绞在了一个事件里面 而王源的这个角色恰恰是游离于这个故事的 因为他是一个代替品 他很想知道爸爸妈妈对我的爱是对我的爱 还是说对你原来流星的一个爱 所以他产生他强力的一个叛逆 我们来看一下那一场戏 两个人彼此的镜头是对切的 而源的那个眼神当中 有那种极其极其痛苦的一个渴望 这个孩子所渴望的所有的真实 在这一对父母面前得不到答案 我让你们嫌弃了 还有一场戏说最后他决裂 然后回来以后得到了真正叫周永福 这样的一个身份证之后 再跪下来跟他告别 确实如果说提到有一点点遗憾的话 那可能在王源的眼神当中 我的叛逆是因为爱得不到 也是因为我爱你 这样非常复杂的一个情感交织 假如说这个层次再推一下的话 我觉得可能那个表演就会更加的完美了 这样的情况呢 那当然是因为他愿意你们来做的